各位國人同胞和收看網路直播的朋友 大家好 這段時間 很多人傳訊息給我 提出很多的想法 我在很多的社群網站媒體上 也瞭解到許多人對疫情的發展 疫苗是否充足 什麼時候接種 都充滿了焦慮 今天 我想對大家所關切的事情 向大家做一個報告 首先 關於疫情 這兩天的資料顯示 現在這個階段的疫情已經趨緩 但仍然充滿挑戰 真的很感謝大家 過去兩週 仍受著不便 跟我們一起配合防疫指引 我們現階段的目標 就是要持續降低每天的確診案例 也要降低對於生活及經濟的衝擊 三級警戒還在持續 我要拜託大家 沒有必要 不要出門 辦公場所 分艙分流 實施部分 居家上班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要避免群聚 尤其在大賣場 傳統市場 或者一起吃飯的時候 都要依照指揮中心的指引 來保障大家的安全 至於大家關切的疫苗問題 這段期間 國際疫情仍然險峻 造成疫苗市場的供需 有很大的落差 供貨也相當緊張 各國政府都窮盡能力 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取得相當的疫苗 台灣也是如此 包括我在內 政府各部門每天緊盯 催促我們下定的近兩千萬劑的國外疫苗 能夠早一天出貨 早一天抵達 這樣一來 國人朋友才能夠早一天施打 早一天安心 也因為如此 近來很多熱心的宗教團體 企業 民間組織 甚至是地方政府 也幫忙找國外的疫苗攻擊 我們非常感謝他們的熱情議舉 政府也會積極的來協助 今天稍早 行政院已經宣布 民間宗教團體 由內政部陳忠彥次長擔任窗口 企業團體的部分 則由經濟部王美華部長擔任窗口 政府會跟民間共同努力 爭取到更多的疫苗 另外 疫苗攻擊的來源必須做好查證 確保來自原廠 安全 有效 合法 請大家放心 我們會跟所有來聯繫的團體一起努力 確保疫苗的來源 可靠 安全 保障國人的健康 在這裡我要再次強調 政府很樂意跟民間一起努力 來確保疫苗是安全的 有效的 合法的 絕對沒有阻擋的問題 近來有些人對於國產疫苗的政策也提出質疑 我要跟大家報告 以現在國際疫苗的供給情況 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供給能量 就會處處受制於人 也會因為國際供需失衡而受到影響 因此 擁有自己可以供應的疫苗 是我們國家戰略的優先項目 也是世界許多主要國家正在全力衝刺的目標 疫苗的研發製造過程很嚴謹 有很多國內一流的專家都參與其中 疫苗是要打入人的身體 安全有效是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我們絕對不會因為要爭取國產 就犧牲對於疫苗品質和安全性的要求 政府一定會依照國際科學標準嚴格把關 請大家放心